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Muse TV Hi 我是Carrie 米菲 這位仁興 仁興? 仁興 什麼仁妹 這位女士非常之重要 我人生第一個參與的演唱會 是你演唱會 第一次參與唱片的設計是你 剛剛開始時尚 喜歡時尚時 都是跟你很多事情談的 如我知錯 可否買念最錯 本身我們是想在一個 我們13年前拍OOT的地方 因為那時候你很喜歡買Rick Owens的球鞋 你記得嗎? 記得 那時候我又很喜歡Rick Owens 但我們穿得那麼時尚 剛剛就拍了一輯照片 今天就是想介紹一個品牌給大家 Chloe 今天就想給一些品牌的歷史 讓你們認識一下Chloe這個品牌 聖童俠 上課了 很多品牌的名字都是用Founder Designer的名字 是 Chloe不是的 Chloe這個名字 他們的Founder就叫做Gabby Akon 那時候Gabby就有個朋友 一隻叫Chloe 因為她覺得Gabby這個名字 好像風水師 因為她就覺得不夠害怕 所以她就覺得 Hloe這個名字挺好聽 然後就誕生了Hloe這個品牌 Gabby是一個Designer 對 她是Founder 1921年是埃及出生 因為她是埃及人 所以Brand就用很多金色、灰色等顏色 然後她18歲的時候 去了巴黎 她去到巴黎的時候 認識了她的老公Raymond 因為兩個都很喜歡藝術 開始Brand之前 其實她是開一個Art Gallery 去到1945年的時候 Gabby就沒有做東西了 她就在想做些什麼好呢 有這個想開自己品牌的念頭 這個是聽她的兒子和大眾說的 就是因為她媽媽 那時候覺得 巴黎的人除了穿奧紋 穿到漂亮之外 平反的人是穿得很隨便 她就覺得其實女性 不需要穿紋 都可以穿到很端莊 他就想推出一個Ready-to-wear的collection 就是這樣單身 知不知道什麼是Café de Flora What? Café de Flora 你不懂的 法國很有名的咖啡店 當年Picasso也很喜歡去 現在還有沒有? 現在還有的 Holly在那裡第一個時尚會舉行 當時他拿著一個行李箱 裡面全部都是他的衣服的sample 然後到不同的 boutique裡面賣 他是這樣而成功賣到他的衣服 然後到了五、六年 才是第一次辦他的時尚會在Café de Flora 五、六年? 很久以前了 很久了 這個品牌是1952年產生的 經過了四年才有的第一個show 講到這個品牌 他有幾個很重要的人 首先第一個是Car Lagerfeld Car Lagerfeld在Chloe這個品牌 足足做了19年的設計師 1964到1983年 75年的時候 Chloe還出了一支香水 Lagerfeld 去紀念他 然後Car Lagerfeld離開Chloe的時候 最後一個collection 是很多人到現在都還在說 是想紀念一些幫他整衣服的一些 女工啊 裁縫啊 整個production team去紀念他們 看回那個runway的衣服 很多都是有些剪刀啊 整衣服的一些工具 是在Total Look裡面 可能我頭上會插著一些accessories Car Lagerfeld現在過了身離開了 很多人除了很想找回她Chanel的那些設計 那些寶藏之外 其實她Chloe曾經的collection 很多人都會想在一些vintage裡面找回 那我想問一下Car Lagerfeld 他跟Chanel 還有在Chloe的什麼分別呢 剛才說到很多人都想找回她的vintage 很多時候 那些人找回Chloe Chanel的年代的design 都是會想找回碎花 有print的衣服 那時候Car Lagerfeld是第一個為Chloe 放入碎花element的設計師 所以分別就是這裡 第二位非常重要的靈魂人物 我知道 Stella McCarney 你怎麼知道的 她25歲的時候 在Central St. Martin 讀fashion的學校畢業 那年的畢業show 大家都是找朋友走show 然後因為她爸爸是Beatles的Paul McCarney的關係 她找了Naomi Campbell Kate Moss 和Yasmine Le Bon 去作為她畢業show的Moss 那時候真的有很多爭議 你爸爸是Paul McCarney才這樣 但因為Stella McCarney 真的很有一個實力的designer 很快就用她的實力證明給人看 她的才華在哪裡 她一畢業就立即去Chloe Creative Director Stella McCarney 那時候的designer 被譽為一個Y2K的vibe 那你自己也很流行 現在超多人都會穿她的衣服 尤其是最強的例子 Olivia Rodrigo Bella Hadidna 她們都會重穿她的衣服 其實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不只是穿一些新的衣服 但她們會穿以前的衣服 其實還在這裡 她們會跟著那個品牌 不同年代的設計師 這件事也是挺特別的 可能是法國人或是很喜歡 fashion的人就會明白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timeline移到2001年 Stella McCarney給了她的同學 也是在Chloe的時候幫她的一個人 Bee Villo 做這個Creative Director 在2005年的時候 厲害了 她設計了這個Pet Lock這個袋子 當時一出賣了8千 破了Chloe的紀錄 因為這個袋子有點重 記得我小時候也拿過這個袋子 很多人用這個袋子的時候 都會上邊 背上肩頭 不知道這個袋子現在還不能買 我也不知道 我反而對於Chloe 我很喜歡她們的Poster Campaign 她們的Campaign 那時候應該是我剛剛都很喜歡 fashion 所以會特別留意她們的Campaign 跳去2009年了 2009年的時候她做了什麼 剛剛完成了她的第一個StarHot演唱會 那時候她的第一個演唱會 叫Lady K 我記得 紋身的 對 我還記得你唱到有一部分她哭 你記得嗎 長長演唱會都哭 哭到眼睫毛都掉了 我不記得 好厲害 Chloe的時候做些什麼呢 Anna McGibbon就是2008年 去到2011年擔任Creative Director 她2010年的時候 出了這個Miracle這個袋子 它是一個saddle bag 上當年就有很多那麼多的 size 細碼 me size size 然後也有一個好像basket的款式 那時候就用了馬術的元素 好像馬鞍的形狀 那你知道什麼叫Hobo Bag嗎 流浪袋 那流浪袋是怎樣 走路袋 對 那走路袋是怎樣 大 對 沒錯 Hobo Bag其實是形容19世紀的時候 沒有家裡住的美國的工人 他們無家可歸 他們要坐車到處找工作 他們的家就好像打包了一個麻袋 綁住了 就立刻可以走了 好像真的走路的意思 象徵著很寬鬆的悠閒袋 所以有Hobo Bag 下一個要說的袋 Chloe C Bag 就是一個很大的金屬開扣 整個design比起之前的袋 就簡約很多 這個袋上當年都被人覺得是一個8 bag 流線線條 都很simple 很雷性的感覺 還有這個袋配合不同的chain 可以是手提包 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剛才說到她當時的creative director Phoebe 她離開了Chloe之後 就直接去了Seline 她接下來會跟LVMH 開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品牌 未出的 拭目以待 在Phoebe離開Chloe之前 她在01年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brand 就叫做C by Chloe C by Chloe就是一個負扇 當時是很多一些OL 很喜歡的一個負扇品牌 但是呢 她們已經宣佈了 在未來的三年 就會close down這個負扇的部分 就會focus回在她們的mainline 如果大家喜歡她們的design的話 就可以快點找來 不然就沒有了 然後我就想說一下 我們現在身上的這個design 這個我這個這樣的設計 Tocca-ma-c 在俄文就叫做Tocca-ma-c 又稱這個滑池機 其實它是利用池引速 實現這個池局的 碳融合的一個 滑升的容器 他們的runway 坐的位置 就是一個很昏暗的 Pavalon van Dome 模仿這個element 做了一個fashion show出來 所以你看到那三個設計 都會有很多一些 好像發電廠的制服 再加一些復古元素的一個派對 Chloe的創意總監 Gabriella上任之後 很關注環保的意識 所以在它每一季的design裡面 都會滲一些環保的意態在裡面 它會透過它的設計 可能有一些森林大火 溶化的冰山 乾旱氣候災難 這些景象 以及一些很美好的風景景象 做一個強烈的對比 最後 它現在Reason出的袋 Penelope 這個Penelope 它是2023年春夏新出的款式來的 我覺得它這個袋 比起它之前的袋子的款式 簡單 它有什麼不同的彩質 這個袋子有很多不同的皮 有小牛皮 它也有編織 以及不同類型的鑰匙 它的袋子除了可以打開背外 可以這樣拿就行了 這樣背就行了 非常實用的 其實這條大刀真的挺方便的 對 挺方便 這樣拿東西的時候 撐住可以保留一點 我喜歡這個皮很軟 它的袋子不會太重 因為它裡面是用了Canvas 如果你自己背外的話 你會選擇哪一個皮 我喜歡這個多一點 我喜歡一些線條比較乾淨的 喔 還沒落一點的東西 對 那2023年你在做什麼 都是花時間在家裡 一千萬個人問你的 同一個問題 對 我知道 幾次復出 快的了 其實你顧不顧著呢 顧著的 顧著哪個部分 最顧著做演唱會 在台上 我覺得台上的你 跟私底下的你很不一樣 我不是一個很擅長會 很懂得說話 對 我身邊 譬如你 或者我身邊的人 通常都一定是很了解我 那為什麼我可能這麼喜歡 在台上 唱歌就是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不用說出來 只用唱就行了 或者我唱才可以 fully express到我自己 這件事我覺得 不是很多人會知道 或者明白的 那你現在看回 追懷念 哪一個時期 你音樂上的作品 嗯 又或者你有沒有覺得 你曾經的一個作品 沒有deserve 一些很好的表演機會 歌都可以的 我覺得 整個state of mind 那隻碟 我覺得 deserve 多一些人去聽 或者去認識 真我的名 是呀 一剔落 嘩 我現在真的做不回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以前做這麼瘋 辛苦 好累 真的 都挺大壓力 一剔過 還有一隻碟 大家都應該值得聽 是嗎 就是掩飾 Sandy幫我監製 我穿上我去 困難 原來我做過這麼多歌的 請問你會不會聽聽自己的歌 會不會 很少 你在什麼情況下會聽聽自己的歌 很少 不如有機會 我可以唱會大家來體驗 嘩 烤碗 Thank you for watching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acho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會不會聽我們下支影片